你 老婆 怎么还不上朝睡觉 去去去 这在几点啊 练你的失神区 我还要学习呢 看哥B.A.D视频啊 人呢 问你个正经事啊 你觉得你这个年纪 还行吗 我怎么不行了 你看你这脑子里面 一天天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我是说 你这个年纪打职业 你的反应速度啊 控制啊什么的 和你十几岁的时候相比 有什么变化吗 你原来问这个呀 变化肯定是有的 所以每个职业选手 越到后边 就越拼命练习 毕竟 我也不是小奶狗了 所以啊 我要开始计划培养下一批 小狼狗了 什么意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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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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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初是谁说和电竞拳势不两立 如今打脸打到啪啪响的呀 好啦 来 靳雅 马上就要到淘汰赛了 就要碰到CK他们了 怎么 紧张啊 那倒不是 只是觉得这半年过得跟做梦一样 一年前 我还坐在电脑前看着别人打职业 发着哈哈哈哈的嘲笑弹幕 才没多久 我就变成那个被嘲笑的人了 你不用担心 如果有人给你发那个哈哈嘲笑弹幕的人 肯定是我 你说 如果半年前我把那个给我发来打职业邀请的小锐 当做是骗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没有今天了 会有的 只不过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行事而已 你注定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发光发热的 真的吗 嗯 就像啊 我当时也给自己幻想了无数种可能性 可是兜兜转转 还不适合和爱家在一起啊 有道理 人生啊 有时候就是会有无限种可能性 但是却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当初 自己选的路 无论是得到大于失去 还是折磨大于快乐 总有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所以呢 只要不后悔就行了 哲理哦 姐妹 那是当然 所以后悔吗 不后悔